我叫威淳,一个土生土壮的上海人 我在这里长大,念书,恋爱,工作 我的家自然也在这个地方 开家了 这包花粮倒一下来 行啊 吃饭了 怎么吃地上的呢,吃碗里,吃碗里的 应该它变小了 他们好像是要那个调紫色的裙子 爪牙根本 挖手电头 好暗 什么声音啊 哎,奶奶又进去了 进去猫猫弄得到处都是 因为这个存在 所以家里这个本来就小 东西塞都塞不下 东西都已经处于一个超负荷的状态了 你看我翻过来前面 哎 哎 对对对,是这条 你看上面全是毛 你先捡一下毛 在家开了个网店 储物压力自然不用说 更何况还有三只爱捣乱的猫咪 就是因为家里面有这三个混蛋的存在 所以其实可能很多时候所谓储藏对我们来说 可能藏比储会更重要 无处不在的猫毛 生出鬼没的行踪 家里三只宝贝猫的存在 让乌微醇和申建韵感觉既甜蜜又烦恼 下去 下来 下来 下来啊 下来 毕竟猫是生物嘛 你是没有办法去控制它的 所以你看到它不单单会在床上跳 我们所有那些堆的零食的箱子它都会跳 有时候我找到一件衣服突然发现满衣服的毛 只是在这个家里两人的烦恼远不止这些 我现在就在家自己创业 我的正直呢最主要还是画插画的 有时候接到那种稿子都很接 然后我必须通宵做完第二天就要 然后他们这样搞的声音很吵 然后我也很无奈 就没办法 朋友在没办法说 我们社会里大部分时候就还是一个人的状态嘛 没有像那么多朋友一起弄啊什么的 但是就还是会吵到它吧 因为我是要制造声音出来的 然后它又是需要把它的思维用在画笔上的 这都是需要有一定的独立的一个空间才能去做的一件事情 虽然说它还是很支持我的梦想 但是真的扑到一个很现实的生活的环境里面的时候 又会产生很多冲撞和矛盾 我们的家里面的生活的一个状态就是 当它要做一些电脑上的事情的时候 它就窝在这样一个小小的黑暗的空间里面 然后周围又摆满了所有它要发的衣服 这两个人的家就是一套普通的纸筒间 南面的阳台是唯一的采光来源 中间的隔断阻隔不了声音 却将阳光挡在了门外 当它要在纸上或者说在衣服上做一些设定的时候 它必须回到自己的家里面去 地方又小又暗 根本就不适合画画 颜色都调不准 更何况这边还有猫 我找的东西一摊开来 它们马上就来开始帮我捣乱了 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好好工作 走来 走来 虽然父母家是宽敞又明亮 不过即便如此 深欠韵还是无法集中精神 安心作画 甚至到外面去少一份职业 我看教师的职业很好的 有寒暑假 而且收入也是固定的 社会地位也有一点 我觉得现在比较开心 你有没有考虑过父母的感受 养老金 医疗保险 都是要靠我们来给你交 我们自己也年龄大了 对吧 万一我们生病有什么事情的话 你自己有没有考虑过 我确定还是现实一点 去找一种固定的工作 但我不喜欢那种很固定的呀 在父母眼里 深欠韵的选择并不明智 但两人却选择了坚持 但是我就是坚持下来了 我想放弃的话 太多东西会阻碍我了 反而是因为说他这份坚持嘛 所以我 我觉得我是要跟这样的人在一起 哪怕是我放弃说 我可能要做音乐的梦想 或者是怎么样去 去好好的上班赚钱 我也不能让他放弃他这件事情 正是为了深欠韵的这份坚持 吴维纯自己选择了放弃 成为了一个朝九晚五的普通上班族 哎呦哥哥走了 老婆走了 老婆走了老婆 嗯 就是我跟他嘛 都是有一些自己想法的人 不太喜欢体制内的生活 但是他为了我 代替我去过这种我不想过的 其实没有那么 没有那么矫情高大上 就是因为我们俩还很很小吧 然后等于是一个新兴的年轻的小家庭 你必须保证你在 你作为一个家 你最基本的经济来源 你最基本的收支平衡 很自然这个时候这船 就应该是我 先让他一个人快来起来 那我也觉得很开心 干嘛 谢谢你 不用客气 在这个家里 有深渐运 对于理想的坚持 有无为唇 为了爱情的放弃 这间三十平米的老工房 究竟应该如何华丽转身 乘在起这两个年轻人的梦想呢 设计 需要想法 更需要做法 可以有偶像 更需要有梦想 每一次的作品 每一次的从无到有 每一次把心中的设想 变为现实 那一瞬间 都让我觉得充满活力 我是饭地井 设计 让生活更有秘密 你好 我是你们这个房子设计师 你好 来看一下你们的房子 吴威春的家 是一套实用面积 30平方米的直筒型老工房 从南到北 依次为阳台 卧室 工作室 卫生间 和厨房 然后 这边是我们家厨房 哦 很小啊 嗯 然后是鞋柜 鞋柜没有地方放 就是在厨房里 对我们就 这个还是我工作的时候的一个道具 然后我就搬回来当鞋柜用 哦 哦 那厨房平时就 我们基本上用的很少吧 然后主要是叫外卖为主 由于年轻人生活节奏的关系 吴威春和深县韵 在家基本不做饭 像我们现在那个现有的格局来说的话 它厨房基本上就占掉整个进门 所有的空间了嘛 所以其实对我们这样的 生活状态来说 其实是蛮浪费的 这套房子并不大 可是处于荒废状态的厨房 却占用了不少空间 所以这种柜子啊什么的 其实我们里面塞的都 都不是跟吃饭有关的东西 我可以看一下吗 可以可以可以 像这里我们就放点卫生用品 其实还是一个收纳工 对然后像这边的话 因为我平时偶尔出去演出嘛 然后我这些我里面放的是我的所有效果器啊什么的 厨房间朝北嘛 然后很容易受潮嘛 这种电子元器件的话 其实很很害怕这个事情嘛 老婆啊效果器点不亮了 就彻底坏掉了啊 对啊就没地方放呀 放在厨房间里面放坏掉了 你这意思是在怪我了 那你告诉我放哪里啊 你告诉我放哪里啊 家里只有这些地方你想怎么样了 什么叫我想怎么样了 那坏掉怎么办了 我只有再买个新的了 把电子元器件放在朝北的厨房 不仅会有油烟困扰 还要面临受潮失灵的可能 这个门是什么 这里是我们的厕所 洗手间是吧 对对对 洗机放在这里这个间距很窄 对因为这是我们现在唯一能放洗机的位置 那你的那个洗漱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基本上洗漱都是 就用厨房间的这个水兜 所以所以 所以每次洗头都是在水兜下面完成的 这个卫生间宽不足一米 长两米七 需要塞下一个洗衣机 淋浴间和马桶 这样的布局并不合理 然后这边是中间一个隔间 哇好多箱子呀 因为这边主要平时我女朋友在家的 主要的工作区域嘛 然后她另外一个副业是淘宝店 所以会卖很多衣服啊什么的 变相的结果就是说 像我的衣服的话可能很多时候就是 要么冬天的衣服藏下来了 要么当季的衣服就 哪个箱子随手放一放 身健运平时既是一个插画师 也是一个网店店主 这让两人的储物成了大问题 我看箱子上好像很多被抓过的很 这个是我们家猫的杰作 因为你像他们猫的一个习性是喜欢抓这种纸板啊 拿它来磨爪 磨爪这些猫咪的天性 让两人的家变得伤痕累累 这个房间挺暗的 我们家空间有限嘛 它有时候在这边电脑上画画还好 如果它真的要铺开画东西的话 必须得每次回自己家去画 主要这个光线啊整个都没有办法 由于隔间处于房子的中间部位 采光并不好 这也给身健院的绘画带来了烦恼 这个床其实对我来说充当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 因为它占据的那边有空间嘛 所以像我平时如果我要做音乐录歌排练啊 或者是自己练什么的 我经常就是坐在一张床上 然后把所有东西都摊在这个地上 因为对于我来说 我是没有 家里面没有一个独立的工作的区域的嘛 吴维纯时常会在家里录歌排练 但卧室与身健院的工作间 只有一墙之隔 一个制造声音 一个需要集中精神安心工作 这让两人时常矛盾不断 然后这边就是阳台 阳台这块是光线最好的地方 对 然后就这个全部都挡住了 其实采光最好的就是阳台这块地方 然后这一堵墙就把整个阳光给隔绝掉了 所以对于整个房子来说 其实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采光最好的阳台 得不到充分利用 实在有点可惜 那我再问一下 就是你们近期有没有打算 要小孩的这个想法 要小孩的话 其实我们俩想法比较统一 小孩可能不急吧 好 那我了解了 面对这个没有层高 没有多余空间的直筒型老工房 设计师能否把眼前的这些难题 一一解决 过往的回忆被慢慢拿下 曾经的喜好被打包装箱 吴维纯和深县院的过去 就这样被简简单单的安放在一个个纸箱中 屋子被慢慢搬空 不过两人的宝贝猫咪似乎并不想离开这个家 其实只是一个短暂的告别 等到再次回来的时候 这个家能装下他们所有的梦想吗 7月7日改造工程正式开始 设计师首先拆出了所有壳段 同时还把门的位置进行了改动 把门移到了中间 不仅视觉上更为开阔 还有另外的好处 改造之后呢 我们把原来的门移到整个入户的中间来 那么这样就可以开放出一整面完整的墙面 将来来作为我们的整体厨房的空间 这样就可以把厨房和厨柜还有餐桌 完整的容纳在这边墙体当中 那么这边的部分呢 因为要满足女主人将来画画的一个需求 所以我们把采光最好的地方 作为她将来的一个工作空间 那么这边是作为她的主要的卧室空间 那么同时呢靠近这边的部分 我们就作为一个半开放的一个 会客的一个小区域 然而在前几期节目播出之后 出于对改造风格的担忧 护主提出想再见一件设计师 今天特地跟你放个头 因为我觉得我们第一次交流的时候 可能有一些最主要的问题 我们需要沟通清楚 就是我们整个房子的装修风格 那种圆木色然后米色的墙 看起来就有点像酒店的装潢 我觉得那种风格 可能对于年纪大的人来说最安全 但是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 我觉得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一件事 就是当我真的回到房子打开门 看到的是一个酒店的时候 我绝对会崩溃的 最主要就是比如说我需要一个 独立的工作空间 因为她做音乐会吵到我画画 我觉得对于我们两个人来说 都是需要一个独立的空间 她需要我也需要 可能这个是房子最重要的一个 改造的方向 虽然这个房子很小 但是这个是我们不能妥协的一件事情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说 因为我们平时生活的状态就是 有很多朋友会过来玩 我觉得我们新的房子来说的话 一定要有一个这样一个公共的空间 说它不用很大 但是必须得有 除了朋友以外就是我们家猫 一定要为他们有一些 对给他们一个娱乐的场所 对 不过这一次前来 户主还给设计师 带来了一个最大的难题 其实我们家可能 目前能承受的经济范围 就是在十万左右 十万左右 十万左右 这么多的要求 十万元完成这次改造 可能吗 这么多的要求 十万元完成这次改造 可能吗 装修这件事情呢 其实是个无底洞 那不是贵的就是好的 那么一百万呢 有一百万的做法 十万也有十万的做法 那么既然他们家提出这么多要求 那么我就要在这层高只有两米六 面宽只有三米的长筒型的房子里 为他们家解决这些问题 现在设计师已经明显感受到户主 所带来的压力 不过工地上还有不少问题 等着他去解决 现场发现呢 这个燃气管道是不能移的 因为这个是从一楼到顶楼的一个燃气的主管 这个燃气公司是不给移的 那么这个和我们原来的方案是有一些出入的 因为我们原来的时候是希望一进门 能看到这个非常开阔的一个空间 南北的通透 但是现场发现这个燃气管道 在这个位置其实还蛮影响这个视觉效果的 所以我们针对这个地方要再重新调整方案 通过调整方案 设计师把煤气管道隐藏在一个轻质隔断中 既完成了美观也有储物的功能 不过眼前设计师还有一个更大的难题 控制成本成了第一步 能便宜些吗 您放心 这个我们红星的海龙都是全程低价三倍推差的 我们这都是同程最低价 为了最大程度控制成本 设计师甚至打算 去捡破烂 因为他们比较喜欢这种旧旧的 带点郁郁风情的波西米亚的风格 那么传统的做法是做旧 那尤其这样的话 我们不如去二手市场去淘一些旧货 这样一来可以减少成本 二来比较能够符合他们的性格 你们这里有没有那种回收的旧板材啊 旧木家具的那些板材 没有是吧 回收的旧家具的板 就真旧的 比如人家猜的老房子的建筑的那些板 有没有 一切远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 材料真的那么难找吗 还有没有 有的是吧 太好了 材料找到了 设计师也松了口气 而在工地现场 我们发现 设计师在墙上也铺起了龙骨 甚至在龙骨中 还有一道道这样的钢缝 户主家的房子本来面宽就比较窄 所以在墙面上每出来一公分 都会对原来的房子构成不小的损失 但是很遗憾就是这个墙非常的不平 那么所以就做了一些龙骨 对墙面进行一个找平 那我就想我们通过这个龙骨的这个深度呢 我们就做了一些凹槽 那这些凹槽的功能就是为将来 可以做一些活动的装置来使用的 其实在空间利用上 设计师还有更多的想法 我要在这层高2米6 只有30平米的房子里 完成他们四大生活模式 这可能吗 为此设计师去了一个特别的地方 这个设备原来是用在哪里的 我们原来是用在那个建筑的 那个体带那个无障碍通道 就是户外有的 这究竟是什么 他真的能帮助设计师 实现小空间四大生活模式的设想吗 只是另一边 户主对于设计师并不放心 好了 乃轮想 觉得总归应该 我拿放心的时候 对吧 因为我们也看了之前几期节目 前面几期请的设计师都是很资深的 行业里面都很厉害的 就是说这个大的方向 跟我们最开始讨论的那个方向 有没有很大的出路 我们最担心的一件事情 就是到时候回到房子 不是惊喜 你知道啊 到时候变成惊吓就很 你确定还在那个路线上是吧 其实这样看我在镜头前面还蛮作的 是吧 就是比方说我们那个厕所本来很小的嘛 有没有变大一点 那你回家就会知道吗 我就担心我们回家本来设想的一切美好状态 从惊喜变成惊吓你知道吧 就看到镜头好像 然后就愣住了你知道吧 因为你们要达到那个 啊 哇 但是我们 那也愣住了怎么办 因为你知道那个 我们就觉得那个设计师看上去 不靠谱 每次都是毛胚毛胚 毛胚有很多种毛胚法的呀 对吧 电话板有没有动过是吧 窗户有没有搞 这个也叫毛胚的呀 你也知道我们的要求 你觉得设计师跟我们想这个 差得远了 喂 哎小吴 喂 哎小吴 哎小吴 小吴 好吧小吴啊 好的嗯好拜拜 嗯好拜拜 拜拜 不过在预算方面 还是有了好消息 在整个装修的预算上面 我们的设想是 包括我们家能够承受的最大范围 可能就是在10万元左右 当然因为这个节目的关系会有很多我们原本想不到的那些细节 很多新的东西会做在这个房子里面 所以我能够承受在这个范围上加一点加到12万 但这个真的是我们自己能够承受的一个极限了 而在工地现场 设计师在空间利用材质上 却是费尽了心思 卫生间尺寸也比较小 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采用了铝制的隔墙 这样可以解决防水防潮的问题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可以把墙体做到最小 只有5公分的厚度 可以让门和墙体完全融为一体 做成一样平 考虑到他们两个个性 我们很大胆的使用了这种黑色的处理 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担心可能会有一些压抑 所以我们在墙面上开了一些大大小小的洞 嵌入亚克力 这样的话可以让里面的空间和外面的空间 有一个隐约约的互动 铝制隔墙替代了传统的贴瓷砖做法 不仅更美观 也在空间上省下了至少7公分的厚度 除了要省空间 设计师这次还有更重要的事 我们想把整个卫生间 设计成一个有工业风的这种空间 所以我们直接把原来的墙砖剔掉 在原墙面上进行水泥粉光 那这样呢 一来可以比较省材料 二来呢 我觉得也比较省势 那么这样比较能符合年轻人的口味 至于卫生间这个路数管呢 我们并没有做一些特别的处理 我们只是把它保留了下来 然后在表面进行了一个防水区的处理 那我们觉得这样做呢 第一个是比较省空间 那么可以让原来的卫生间的空间 保持到最大化 那么第二个呢 其实是和我们整个卫生间的 颗调会比较大 那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样去做 它可以省掉一部分预算 卫生间除了在风格上做了大改变之外 空间上也有新变化 但是因为原来卫生间的尺寸较小 那么洗衣机的尺寸又比较大 如果放在原来的卫生间里的 会影响我们的交通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利用我们现在阳台这个位置 有一个墙体的深度 这么就把它们的洗衣机 就放在我们的阳台这个位置 正好离下水也比较近 在实用方面 为了尽可能的扩大储物空间 设计师还将地面电高了30公分 他们家东西比较多 那么我们通过地面电高 来解决收纳问题 所以我们在地面做了一些收纳柜 但是如果东西放在地面 会出现反潮现象 因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所有的柜体内部 全部采用这种生态板 这种板的优势 是可以解决防腐防潮的问题 那并且我们在四周呢 预留了通风口 能够有效地解决通风 和防潮的这种问题 把储物空间放在地下呢 还有一个好处 因为它家里有三只猫 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 它们的猫对储物空间的破坏 出于对猫咪破坏力的考虑 设计师在家具上也有自己的想法 这个空间呢 是它们家的沙发的区域 因为它家里有猫 那么我们传统的布置方式呢 是这里放沙发 因为考虑到它家里有猫嘛 猫的一些猫毛啊抓咬等等 对沙发会造成一些破坏 我们可以经常地更换它家的一些坐垫 这样做就会比较经济 同时在阳台处设计师 还做了一个超大的工作桌 采光最好的地方 成了深渐运的工作室 不过户主当初所提出的 两个独立工作空间 朋友来访时的公共空间 茂密玩耍的空间又在哪呢 房子的细节被一点点的完善 整个施工即将接近尾声 不过此时设计师却来到了一个 意料之外的地方 就是您现在那个就出入方便吗 现在这边 这个我呢 原来就是奥厨店有了 对吧 奥厨店有了 今天我们 因为我看到您这么大年纪了 因为我刚才进来的时候 我看到这个 对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高叉 我就不知道这个您出去的时候 这个有没有影响 我没走这么晚 可以把人来走关系吗 就是我来想就是 是不是可以跟您讨论一下 我们把外面这个环境给给给给给 对对对对对 这样方便您将来进出 好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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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因为之前在工地现场的一次偶遇 考虑到施工过程中 给邻居的出入带来不便 设计师打算进行弥补 在这个大约三平方米的公共空间中 设计师会给邻居带来怎样的惊喜呢 历时45天 改造工程全部完成 充满意欲风情的特色花砖 大胆独特的个性配色 让整个空间都充满了活力 改造后的空间 从南到北 依次为工作室 卧室 客厅 卫生间 厨房 如今的整体式厨房 不仅保留了功能 更比之前节约了不少空间 大胆的黑色墙板 故意裸露的水泥墙面 让卫生间显得与众不同 采光最好的地方 成为了申建院的工作室 灑满阳光的宽阔空间 跳跃灵动的色彩 让这个家充满了年轻的味道 考虑到两人储物的需求 设计师不仅沿着墙面 做了整排的柜子 同时还把地面垫高了三十公分 让储物空间大大增加 在公共空间中也是惊喜不断 地面被找平了 甚至还多了一个可以健身用的拉环 只是在这个没有层高优势的直筒间里 设计师当初所说的空间转换实现了吗 我要在这层高两米六 只有三十平米的房子里 完成他们四大生活模式 硬装完成后 设计师范季景的工作远没有结束 五十块 八十 八十也可能最低了 你这个东西 八十块钱最低了 这一块 便宜三十块钱 特价 这个还一百五 苏宁易购呢 已经帮我配好家电棒了 这个在易购客户端可以看到产品 既然他们有实体店呢 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去现场来看一下 因为每一个尺寸都可能会影响到将来的效果 这个家他们会喜欢吗 看一看 你怎么自己在楼下 公货你们 哈哈哈哈 其实这么长时间了 我也不知道那个 心里很忐忑一直 我不知道能不能符合你们的要求 但是我希望是你们看到的时候 能给给你们带来一些惊喜 就反正就这么着了 我们就直接上去看了一样 好吧 走 开门了 嗯 嗯 嗯 哇 哇 等等等等 回忆回忆 我原来房子长什么呀 当我真的回到房子打开门 看到的是一个酒店的时候 我绝对会崩溃的 我们最担心的一件事情 就是到时候回到房子不是惊喜 你知道啊 到时候被人惊吓就很了 我不记得我们家原来有那么宽吗 我也不记得 哈哈 哈哈 把落电箱藏在里面了 嗯 那这样比原来用起来舒服很多 嗯 水斗和这个也都连起来 原来都分开了 分在门两边的吧 嗯 嗯 这是什么呀 这个是应该可以 啊 就是可以拉出来 然后翻转 这个估计就是平时给我们吃饭用的 可翻折的小餐桌 让厨房空间变得灵活实用 嗯 这个旁边是什么呀 厕所 哇 哇 哈哈哈哈 厕所又完全炫药了 嗯 终于有个水兜了 哈哈 这个 这水兜还挺特别的 嗯 它是石板打磨的 这个也很好看 嗯 这边可以放一些那种 东西 这个不就是你要的东西吗 对 对啊 有变宽一点点吗 有 对吧 对啊 因为它整个整个打掉了嘛 现在就等于做了一块整个的板台在这边 然后它又做薄了 嗯 等于是当中原来那些 原来那个墙 原来那个墙的厚度就 对了就省下来了 所以外面会变得那么大 对啊 对吧 我们又会进去吧 嗯 哇 这个是你想要的柜子吗 对啊 嗯 哎 我觉得这个比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比任何一个 茶几都要好看 对 对 如今两人曾经旅行时所烧罗的纪念品 也终于有了展示的地方 然后墙上也留了很多位置用来放东西 还有猫抓板 对啊 这个是给他们用的吧 又可以放东西 然后又可以给他们玩 完了呀 所以以后我们是不是坐在这边 晚上坐在这边 他们就在这边跳来跳去 是啊 这个头领仪 嗯 你懂啊 所以其实我们坐下来的话 其实它是可以拆掉的 哦 哦 就是 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哦就是那些东西它可以拆下来是吧 对对对对 我还在想它头领仪不应该怎么放下来 对对 你看它这个 你看它这个 它这边是坐了所有的隔层位置 啊 对对对 所以它就是这种卡 那个卡口卡进去的 哦 那就是等于说 所以我们 所以我们如果每天想搭个楼 可能可以搭成这样啊 嗯 嗯 嗯 这样就好 就这样就好 反正要看头领仪 对看头领仪 就把这两个拆掉了 对的 对的 可掺卸的猫招板 让整个空间得到了最大程度的释放 嗯 你看 嗯 那下面还有那种 可以让猫钻进去的 橱啊 你那个小黑雾丁不复存在了 如今 两人曾经旅行时所收罗的纪念品 也终于有了展示的地方 那这边是我的工作区吗 是啊 是啊 原来就是我们之前那些照片 都放在上面 嗯 啊 这个墙上我就可以随便的贴东西了 是的 关键是这个空间 等于它把床给隐藏起来了 对啊 所以我们就 打了这么大一个空间 就让你去画画了 那我们床在哪里啊 不知道 按照他们的 那个节目的奇性 上都是设计是最后会过来的 哈哈 哈哈 然后你看 现在阳台变成一整个窗了 对啊 原来阳台那地方 你是不只有一个工作区好吗 你平时没事 你就可以到这边客服了 关键是你看你的左边 嗯 哈哈 我觉得他们要把家翻了天翻地覆了 不过他们终于找到一件 除了破坏你的衣服以外 第二件可以干的事情 设计师在阳台转角处 还为三只猫咪设置了晒太阳 魔爪 休息的空间 那阳台窗户大了好多 对吧 现在觉得这个转角 阳光全部都进来了 嗯 这边是冬面嘛 太阳升起来就照进来 而且把他们的那个架子放在这边 他们每时间就可以跑到上面去晒太阳 晒太阳 他们的床都有了 我们的床在哪里呢 对啊 哈喽 我进来就一直想这个问题了 你看到整个房子 就 你知道年轻人是很难以有时候激动的时候 去好好表达 对 怎么样 东西感觉还好吧 嗯 完全超过我们原来的设想 对 哇真的 就比我们想的好太多了 嗯 这样我现在就放进来 我们的钱没有花完吧 我们的钱没有花完吧 差不多了 顾 哈哈 就前面看到 像这边是他们睡觉的地方 平时晒太阳 我们唯一个房子看下来 就是没有发现我们的床在哪里 我们的床到底在哪里啊 嗯 所以这是个机关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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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 平常啊 因为我们睡觉的时候 因为白天有的时候我们要工作 嗯 我觉得既然在家里搜后呢 我觉得 有些时候我们要把空间有效的利用起来 嗯 那么在我们不需要睡觉的时候 这个床就完全可以站下去 嗯 到时候把我们的板再铺进来 所以我们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设计 你会好好收被子吗 哈哈哈哈 其实整个空间呢 我们留的深度是够的 也就是说呢 我们床降下去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一些被褥啊 和一些抱枕 对 都可以放在下面 对这个空间是完全可以 完全收纳的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们这个事实 因为这样的话呢 我觉得我觉得是这样的 就是可能 我们不可能睡在上面 每天去翻来翻去的 我觉得很麻烦 所以我们在设计的时候 就已经把这空间域留下来了 这样的话就不用每天你被子 你满意了吧 对 太好了 太熟了 我们完全可以杜绝说 我们自己睡觉的那个空间 尽量不要让猫跑过来 对对对 我们当时也有这样的考虑 对对对 把这些猫抓到的地方 比较容易抓坏的地方 可以隐藏掉 嗯 其实像我们这个空间 类似的这样一个机关呢 我们还有一个 是我们这边茶几的一个部分 我们原来看到这个猫跳台 感觉它可以随意拼装 已经觉得是一个 那其实这个茶几 现在这个地方也是有机关的 之前考虑到你们会有很多朋友 经常来访吧 这个地方是一个我们一个客厅的区域 那我们觉得这个地方还不够 就是这种气氛还不够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又做了一个这样 生样的一个桌板 好 嗯 对 那这个高度升起来之后呢 其实很符合我们人体工具 是的是的是的 你看 你看 你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 就是榻榻米液压麻将桌 对 这个地方呢可以是这样的 比如说我们可以坐在下面 嗯 坐在这个位置 然后呢因为这个地方 其实空间还比较大 然后我们可以满足六到八个人的座席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地方呢 我们坐的地方都是有收纳空间的 嗯 就是我们把地面垫高之后 每一个地方都是可以用的 除了这个升降桌板之外呢 比如说我们这个位置 我们来看一下 嗯 其实是可以打开的 啊 打开之后呢 因为考虑到之前我们沟通呢 家里东西比较多 对对对 我觉得放在地下也是比较实用的 嗯 所以这边也是能翻散的 对 哦 嗯 这原来觉得两个厨太小了 它的小衣服应该放哪里 嗯 除了我说的 我们地面全部可以作为收纳空间之外呢 我们还特别做了一些小的一些收纳空间 我来给你看一下啊 好难 因为原来你们家不是一进门的时候 鞋是放在追到厨房的地方吗 对啊 对 所以我们专门为你的鞋 安排一个很好的一个位置 因为这个地方呢 原来是我们建筑结构的一个凹洞 那考虑到女士呢 可能会有一些高跟鞋呀 靴子什么之类的 对 所以我们这个每一个板都是可以活动的 会根据我们鞋的形状 来调整它的高低 其实这个墙是有磁性的一个空间 灵感来的时候啊 就可以拿笔画一下之后 然后把纸贴在上面 哦 就是一个完整的工作墙 对对对 你看整个墙也是你的工作区是吧 然后最好的阳台也是你的工作区是吧 我说你是到底有没有我在这个家里的存在感 其实我们在这个地方设置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移门 这个移门呢 其实是用隔音玻璃来做的 哦 所以还不是普通的玻璃啊 是的 到时候呢这个门关起来的时候 你就可以在厨房这个区域来练琴 我有一种很强烈的预感 就是以后我们在这个房子里要是吵架了 你就直接来 你能把我洗到死亡盖气 那么刚才说到这个位置呢 其实我们在床啊 和我们客厅的区域就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软心的帘子 哦 所以它是藏道当中的那个 是是是 到时候可以拉过来 但拉过来之后呢 其实呢 光线还可以过来 嗯 就是不会让客厅呢 成为一个没有光线的一个死角 我们在这个角呢 藏了一个折光帘 那其实这个帘子和那个中间那个沙帘是一样的 平常的时候可以把它收起来 那我们拉开的时候呢 开心吗 对 其实还有一点 对 终于 终于在一个空间里下两个房子了 对啊 通过两个特殊的升降装置 和三个功能不同的隔断 设计师完成了小空间四大模式的转换 这个绝对是充满色彩的一个房子 然后就是是一个家 它就是一个家 就是整个过程 没有办法去用任何一个很实际的东西去衡量的 然后给到最后的一个效果 我们觉得就除了感谢还是感谢 这是一条没有终点的旅程 来来往往没有表情的心 我们渐渐消失在路灯的轮廓里